据央视网12月26日报道 日本被报将投入356.2亿美元 采购美制F-35联合打击导弹战斧导弹 并与美国联合开发高超音速武器等 相关费用支出较过去五年增长2.5万倍 此外日本还计划花费9000亿日元囤积弹药 6000亿日元强化后勤保障 并组建西南诸岛运输部队 据悉目前日本国内已经拥有大约1400个弹药库 而新的扩张计划显示 日本将在2032财年之前再增加130个弹药库 所以日本人这是要准备掀桌子了 中国人还没回过未来 日本人倒是抢先高潮了 岛内网络一众口 骇见正家的嘴炮翻飞 暂且不论 日本政府多年疲软之后的终于雄起 可以说是让其国内的右翼分子们谈官相庆 而其中向来文明的石板名夫 更是公开对华喊话 新日美英同盟已经形成 中国要认清现实 毫不讳言 如果中日之间的国家力量对比 还停留在1949年之前的话 那么诸如此刻一群日本人 尖声笑叫着扩军备战 甚至是一帮西方白皮 再一次历史重演的洋鬼把戏 对于咱们中国而言 确实无异于是害人的噩梦 可是今天是个什么时候 是2023年 选配的小日子们张口就来跑火车 难道都不带丑一眼皇历的吗 给大家讲个笑话 中国一个联合国武场中 唯一通关全部晋级副本 一个可以拍着胸脯的告诉全世界 自己的各类蘑菇种植技术 绝对全球第一梯队的国家 如今竟然被一个核弹还没挨够 穿水正在满饮的战败国 给威胁认清现实 什么叫老兽星吃劈霜 小本子们如今做出的这一顿妖 就是吃劈霜打灯笼 活得不耐烦去主动找死 诚然如小本子们所说 如今国民生产总值世界排名第三 高素质工业人口总量世界排名第四 常规军力世界排名第五的日本 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 确确实实都算得上是一方强国 但是注意了 是一方也仅仅只是一方 当区域性的地方强国日本 对上一个世界级的大国中国时 当4.3万亿美元的日本国民生产总值 对上18万亿美元的中国国民生产总值时 当拥有0.7亿士林高素质工业人口的日本 对上拥有8亿士林高素质工业人口的中国时 当拥有25万在意军人 279架各式战斗机 163艘各型海军战舰 2112辆各型坦克装甲 自走火炮火箭弹的日本自卫队 对上拥有218万在意军人 1300架各式战斗机 351艘各型海军战舰 2万架辆各型坦克装甲 自走火炮火箭弹的中国人 民解放军时 日本就是一只可以被咱们随时捏死的臭虫 即使这只臭虫的背后 站着的是美国 所以当前需要迫切认清现实的从来都不是中国 而是日本 一切正如2016年 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对外战略研究中心主任金蔡荣教授 在访问日本时所讲的那样 一百多年以来 日本之所以能够超越中国 主要的原因是 日本从西方学到了工业化的技巧 学到了工业化的知识 而中国有一段时间愚蠢地拒绝工业化 最后形成了工业日本对农业中国的悬殊局面 这是日本过去一百年超越中国的实质 但是今天的中国完成了工业化 而且中国工业化的规模已经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了 工业文明的核心就是制造业啊 西方崛起 因为西方掌握制造业 日本崛起 因为日本掌握制造业 现在中国崛起 也因为中国掌握了制造业 所以今天的中日关系基本力量结构已经变了 以前是日本工业凌驾于中国的农业 现在中国也工业化 而且中国的工业规模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 体系是最完整的 中国拥有人类所有的工业体系 并且中国具备强大的学习能力 因此这个基本的事实就导致了这么一个情况 我们的总体国家规模 加上我们强大的工业能力 可以这么说当今世界没有任何国家和国家集团可以击败中国 所以对于如今日本的犬废诸教 中国人需要恐惧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无他在任何情况下 诸如恐惧这样的负面情绪 除了削弱自身固有实力之外 并不能起到任何的正面作用 而以今日中国之实力 我们与其因为一些风吹草动就去恐惧担忧 就去妄自菲薄 还不如奔走呼嚎唤醒全民族之悲痛记忆 在必将到来的那一天 为惨死倭寇屠刀之下的亿万先辈们 主持一场绝对公正的历史审判 不要说什么 一切已经过去 回忆那场让全体中国人至今依旧痛彻心扉的梦魇 清华日军亦或是日本国民里 或许有被欺骗者 或许有反战者 但是他们中间却没有一个无辜者 每一个日本人身上都沾染着中国人的血迹 不仅过去如此 现在同样如此 马关条约的两亿三千万两白银 为日本的近代教育及工业化进程提供了强力支持 日本人至今受益 日本731部队对中国人所进行的各项活体实验 至今仍旧令日本人体解剖学领先国际40年 至今仍旧令日本医学中动伤治疗技术独步全球 至今仍旧使得日本在病理 独理学研究及脑外科医学研究领域中 占据着强大的话语权 至于清华日军从中国掠夺的天文数字的自然资源 文物典籍 人力资源 发展时间 统统都融入了今天的日本社会 三菱的壮大离不开对中国劳工的驱使 丰田的汽车里掺杂着掠夺自东北的矿产 每一个日本人接受手术的医疗经验 都受益于731昏暗的地下实验室 而作为地区竞争对手的中国至今的诸多发展不足 少不了战争拖累下的历史千丈 每一个猙獰砍杀中国人的日寇是谁养育的 每一发射想抗战英烈的子弹又是谁制造的 每一份从中国掠夺的财富资源最终又运向了哪里 战争从来都是一个国家发动的全民行为 每一个国民都自下而上的对战争进行支持 而每一份侵略成果都必定会自上而下的进行分赃 这是战争的本质 同样也是不可摆脱的铁律 而回顾历史 在如此的铁律之上 对于日本这个国家 我们则必须更加的清醒 毫不夸张的讲 自公元607年日本推古天皇挑衅隋扬帝叫嚣 日出之国天子置信日落之国天子开始 中日关系一直都呈现出一个死循环 中国强则日本沉浮 中国弱则日本必定窥探谋取中国 并且我们还可以清晰地看到 这种窥探中国的野心 随着1279年崖山之变后 便开始被明目张胆地摆上了台面 到1644年甲深之变后 更是被整个日本统治阶层看作了理所应当 整整1416年 从妄图分庭抗礼到野心取而代之 日本谋求中华正统的思想 从根本上就不同于朝鲜或是越南的指语口号 纵观历史 他们仅仅是万人以上的大规模窜逆行为 至今已经高达了五次 连续规模有序而又不失灵活 日本对中国的窥视 从推古天皇叫嚣平权的第一步 到白江口海战失败后 日本朝野迅速的朝政转变 从千年蛰伏明末发难 再到清末明初两度腰斩中国现代化进程 事实如此 对于中国而言 日本或许不是一个恐怖的对手 但绝对是一个难缠的毒瘤 二战时期 侵华日军的军用地图 对中国每个村庄 甚至每口井的位置都能做到真实标注 甚至在地图中水井的旁边 他们还会特意的标注哪些适合人引诱 哪些只能牲畜引诱 一张小小的军用地图 透露出的又是什么 是蓄谋已久 贪图中国的野心 并且我们可以肯定 这种野心直到战后78年的今天还在继续 2016年7月4日 一日籍男子以写生为名 非法抵禁中国云南某军事基地非法测绘被捕 2017年9月18日 一日籍男子以旅游垂调为名 非法以瞭望器材窃视中国航母活动情况被捕 2018年6月20日 一日籍男子以公司为名 非法使用仪器测绘中国新疆阿克苏地区被捕 日籍女子色诱我军工企业高管 日本以救灾为名 主动迷路 深入我军事基地 日籍高管以前色交易主动接近中方关键人物 仅仅是2015年以来 中国公开的间谍抓捕案例中 日本间谍就超过一半 高达15起 而在2016年法新社的保守估计中 当年活跃在中国的日本间谍总数最少2万人以上 这些人想干什么 在个人看来 今天两国之和平 不过只是历史的短暂践心而已 当然相信看到这里 肯定有不少唯恐友邦惊诧的软淡 又要说咱这是宣扬仇恨 是血腥好战 所以我们是真的好战记仇吗 作为一个正儿八经的科幻迷 在很早之前就发现了刘慈欣对于爱的非寻常理解 与琼瑶小说中三句不离爱字截然不同 大刘在其小说三体中对于爱这个字的运用 仅仅只是出现了230次 这个频率有多低 反正在第一次发现这个问题的时候 那是真的感觉在小说中塑造了诸如张北海 罗吉为得这样极度理性角色的刘慈欣 可能从内心深处就对非理性的爱 存在着某种根深蒂固的偏见和排斥 然而随着更进一步的对小说三体进行了解之后 我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我对刘慈欣偏见的所谓看法 其实恰恰来自于我自己的偏见 无他 这世上从来都没有谁规定 爱就一定要说出爱 在张北海的生命终点 这个一生理性的人说的最后一句话是 孩子们 这事就由我来做吧 同样的话语 也出现了教授丁怡的生命终点 傻孩子们 快跑啊 当然 在生命的最后 说出类似的话语 还有直见百年 让人类于三体两个文明同时恐惧的逻辑 以及吼出了那著名的前进 前进 不择手段的前进 以至于让三体人判定为是100%威胁的为德 这些理性到让人感觉残酷的人 难道没有爱吗 有这样一句话 个人感觉相当在理 绝对的理性 一定是基于绝对的爱 所以在残酷的真相与虚假的童话面前 我们该怎么选 所以在今天的言辞激烈与未来可能的哀嚎流血之间 我们又该如何选 我们爱自己的孩子 我们爱自己的下一代 那么我们就一定不要亲手将自己的未来 一定不要亲手将民族的希望放尽温室 推下深渊 事实如此 相较于温情似水的小爱 如今的中国孩子们 或许更需要的是理性到冷酷甚至残忍 但是却能让他们未来在世界的野蛮丛林中 斗占一切豺狼虎豹的惶惶大爱 不相信 大家不妨抬头去看看我们当下所处的世界吧 然后在认真的思索下 如今的一切已经发生了怎样本质的改变 要知道早在2013年时 时任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就曾这样形容中国 躲在树后的大象再也藏不住了 不要给我鸡汤什么岁月静好 正义公理 什么是公理 如今正在加沙废墟中痛苦挣扎的巴勒斯坦人告诉我们 公理不在人心 公理与正义永远都只在大炮的射程之内 而在此之下 今天的中国孩子们 未来的中国孩子们 千万事的中国孩子们都应该且必须永远记住 和平不是妥协出来的 和平是打出来的 更须知 引人贪婪而无自保之力 是罪 置身于弱肉强食的强盗世界之中 却幻想着公义和平更是罪 我们永远不能放下自己手中的刀枪 我们永远都不能在自我欺骗下走向秘冠与童话 我们永远都必须在最真实的清醒认知下 知道我们身处在怎样危险的丛民 我们永远都不准紧闭自己的双眼 永远都不许捂住自己的双耳 我们需要听到来自弱者惨毫淒厉的哀叫 我们需要看到悲剧是如何在人祸中被划为现实 唯有如此 我们才不至于再度度为弱者 唯有如此 我们的这个民族 我们的孩子 我们的未来 才不会再度进入百年屈辱的悲剧 哪来的什么岁月静好 当扯开浮予表面的那层薄纱之后 当今世界一切所谓的和平 尊严 公理 平等 不过都只是强者才配拥有的特权